越南河内有位十岁小女孩 在三个月的封城期间 看着电视报导疫情新闻 内心感到非常震惊与恐惧 于是用画笔描绘世界上 与中共肺炎战斗的人们 和受疫情影响的国家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话 提醒每个人提高警觉 并感谢所有医护人员的付出 许多网友相当感动 纷纷到她的社群网站留言表达支持 小女孩软带中英的第一幅作品 是关于钻石公主号邮轮 这艘邮轮因疫情在船上的扩散 曾经成为海上漂流的隔离船 象征疫情肆虐全球 话中出现欧洲地标 与戴上口罩的美国自由女神像 中英担心她所认识的世界 将被病毒摧毁 在中英的画作中 最多的还是与医护人员相关 借此来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 这张照片是安全 对疫情与疫苗 这张照片是一张照片 为了感谢医护士 给防止疫苗 跟这张照片是我的孩子 我能够练习 这张照片是我的孩子 中英的第二幅画是描绘武汉医生李文亮 李文亮医生是最早揭发中共肺炎疫情的吹哨者 因而被称为英雄 这幅画也是中英的母亲最爱的一幅 中英的父亲表示 越南只有328例确诊病例 而且没有死亡病例 这也让中英可以稍微安心一些 网友们也纷纷在中英的社群网站中留言 赞美他的画作 希望他继续朝艺术创作前进 中英也梦想有一天能成为一名专业艺术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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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